證件全部拿出來 放桌上 你的證件拿出來 防疫三級警戒 多人違法全聚喝酒 喝到滿桌都是酒瓶 警方貨報到場 進到裡面喝飾 拿出來放桌上 所有人嚇到不敢亂動 警方表示已經提醒多次 還不斷違法 實在過分 這個時候你們還在群聚 而且講得這麼多遍 就跟妳講 疫情這麼嚴重 還要聚在一起 還有女子 不管執法 脫下口罩 繼續抽菸 麻煩妳口袋帶 我現在執行公務 妳再給我抽菸 事發就在苗栗縣竹南鎮 之前晶圓店子 才爆罰群聚感染 而6月29日移工 才解禁可以出門 會罰薪財幣6萬到30萬的罰款 業家也會有相對的責任 所以一定要麻煩 妳跟很多姐妹他們講 警方到處對移工 宣導不能群聚的同時 沒想到本國籍 先有兩名店員 六名男女 不甩防疫規定 在五兆營業的工地福利社 多次喝酒群聚 而且還屢勸不聽 警方再次貨報到場 氣得直接開發 兩位是沒有證件是嗎 我選人 妳先寫 依他講的寫 但還是有人不當一回事 在報完身份資料後 依然坐回桌邊 我不要在這裡鬥了 這邊就算情緒了 直到警方怒斥 才心不甘情不願的離開 發明民眾在場群聚飲酒 無視防疫禁令 警方依法告誡 警方表示 竹南正式疫情熱區 必須非常謹慎防疫 已經對這些人開除罰單 也會一併將 五兆營業的情勢 報請縣府作裁處 TVBS新聞協股間料反應苗栗 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